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些比較具體 也比較實際上的這個要進行的步驟 身為一個經教行者 他要如何來下手的修行 這個是回歸到基本面來 禪行者那餐禪沒問題 那會餐不會餐是另外一回事 就像那個禪門有三關 三海關家喻關都算裡面 那這個這樣也叫老禪赫子 那念佛怎麼念 反正念阿彌陀佛就對了 這個也叫進途法門 那修密怎麼修 那不管他 那至少呢 我就是修密 那你修什麼 我修我的本尊法 什麼叫本尊法 我知道 師父叫他念 我就把它念下去了 就好像很多人說提起正念 遇到任何的境界 只要提起正念就好 你問他什麼叫正念 都正念 什麼什麼正念阿 都正念阿 提起正念就好 什麼叫正念阿 正念是什麼阿 都提起正念阿 裂魂你阿 那不管他 反正他至少阿 就以為有個東西嘛 那現在你經教是什麼 經教是什麼 誦經阿 那也可以嘛 那你總要有個東西嘛 那誦經是不是經教那不管阿 那你有個東西嘛 那這一種情況阿 只能夠說阿 念佛叫做淨途法門阿 阿殘禪叫做殘禪法門阿 對不對不管 他至少有一個很明確的東西 那經教行者阿 比其他的行者來講阿 他有一點阿 更重要的就是阿 你一定要弄清楚阿 這個法門要怎麼走 這個下手處一定要找到 當然既然叫經教阿 那經典教義阿 是絕對不可免 那麼誦經阿 是一定要的 經教行者我們要告訴各位阿 他比其他行者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就是 他一定要拜禪 假如只有誦經阿 而不拜的話 所以基本上阿 不能叫經教行者 他也不能叫做誦經 他只能夠叫做讀經 或者看經 尤其那一種誦經不出聲音的 根本就是看經 我跟各位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誦經本身是要用唱誦的方法 我們現在你有沒有那個音樂細胞我不知道 那個像我這樣子喔 大聲一直唸喔 是唸喉嚨的功夫 像我這樣連續講兩個鐘頭喔 喔 這樣子而已 大概是這樣 那不可以喝水 你要訓練到不喝水 怎麼訓練呢 那就要用這種聲音 講話的這種聲音 來誦經 每天阿 一次誦下來阿 三件經文到五件經文 好 保證不喝水 不能喝水 那當然那個時候剛開始很麻煩阿 因為這是基本功夫嘛 你是靠這張喉嚨吃飯的 不把喉嚨唸成像鐵的笛子一樣喔 那你吃飯的本錢就會不飽啦 所以呢 你一定要基本上要這樣送 但是這樣送是不對的 我只能跟你這樣講 因為我不會唱歌 我沒有韵 要不然誦經要有個韵 因為壓那個韵阿 你才能記起來 你不會壓那個韵阿 那你記不起來 那我是啊 沒人教 只好用死功夫 所以我在講的時候啊 感性不足 理性有餘 沒有那一種魅力可以射受人家 所以大家聽完了 拜拜就回家 沒有人要留下來 多談一下 因為他缺少那種魅力的磁性 那你假如有的話 宋經就要押韵 要押韵 不但要押韵阿 你自己還要拜 還要拜 拜阿是避免我們阿 一種傲慢心 不但拜佛拜經 拜燦阿 不但要消除你的傲慢心阿 他更要增長你的自信心 各位要留意阿 這個自信阿 跟傲慢阿 常常併在一起 你要消除傲慢而增長自信阿 這是有點矛盾 你稍微留意一下 有很有信心的人 很自信的人阿 常常會讓人家覺得 有點霸氣 有點傲氣 假如你因為自信而產生傲慢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子保持有自信而不傲慢呢 這是一個關鍵處阿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說 有自信的人又能謙虛 自信加謙虛阿 就不會傲慢 假如自信有謙虛阿 自信會偏向傲慢那邊 那你要怎麼知道你 你很謙虛 又有自信 不會傲慢 那不是用講的 也不是用想的 拜禅 拜佛 你這一點假如做不到 很自然的會流露出來 即使阿 即使阿 口中講謙虛阿 不敢不敢不敢 阿 我不會 我不會 不會 人家聽阿 還是有夠傲慢 因為講那一句話出來 就會壓死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氣詞上阿 帶有那種 絕對的自信 那一定是阿 傲慢 自信阿 要加上謙虛 那你就只有從拜佛中來 當然拜佛這個法門本身就很深奧了 很深奧了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先提出來 你這個基本的工具 基本的工具 經教 哪些我們不管 你用哪一部經 哪一部論 哪一個中派的 我們不管 那都可以 不是不行 都可以 所以經論 是一邊 拜禅又一邊 它一定要併著 其他的行法要不要 那你就看其他的指導 其他的指導 而這個拜阿 不是形式上的拜 是你內心裡頭阿 在調伏你的心阿 要柔軟下來 調伏阿 你的脊椎阿 要彎得下來 沒有 要降伏自己的 那種傲慢 跟愛憲的心 這個 你要怎麼調伏阿 只有透過實際的 拜佛 或者拜經 或者拜禅 拜願等等阿 來自我降伏 只有這樣子 沒有別的辦法 那麼這個工作阿 是行者的一個基本 你假如能做這兩個阿 宋經是刑法 拜願也是刑法 通通都是刑法 那麼我們要講經教行者阿 它的重點阿 在後面幾個部分 這幾個部分你要做了 第一個是經跟論阿 你要合得起來 你要合得起來 像我們還原 還原中阿 過去祖師大德怎麼定 我們不管阿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 就是三經三論 還原經 圓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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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圓絕經阿 其實阿 是輔助的 讓各位了解到 這根本經跟眷屬經之間的 那種差別在哪裡 它是可以這樣讓你延伸出去的 三部論 三部論 一部是造論 一部是起信論 另外一部是十二門論 那你要不要通通都來呢 那看你的根器 假如你的根器只有水桶那麼大 那不一定阿 要拿到太平洋去敲水 那河邊的水就可以了 那假如你的根器阿 有五大湖那麼大 那可能就要從太平洋裡頭撈水了 要不然沒有那麼多水給你裝 那今天你的根器可以承受得了 這三經三論阿 那你就三經三論 全詞 要不行 那光是還原經 從單品一品來也可以 那這個是經一定要有的 假如只有這部經 譬如說十地品 那麼十地品的書超 那就是它的論 你一定要有 這個經典阿 經典的本身阿 它是鍛鍊我們的語言模式阿 跟思維模式 一般來講阿 論阿 是在補助 輔助我們阿 來架構思維模式跟語言模式 另外有一個就是法本 法本是我們的行為模式 三語一三頁 要透過這個部分來完成 但是阿 經典假如透過法本來完成的時候阿 大部分都是修秘法 都是修秘法 那你修禪法的人阿 是沒有法本的 但是阿 但是阿 他還是一樣會有較像的指導 禪唐歸約阿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阿 深夜進行的時候阿 跟異夜進行的理論是不相同的 方向是不一樣 你一個經典你弄清楚了以後 你弄清楚了 就弄清楚了 弄清楚了不算了 你要做到 要怎麼做阿 那問題就來了 因為做的方向跟你想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理論教理能通達 你教相要去進行阿 你就發生問題阿 所以我們在行法上叫教相 不叫教理 教理是精本的 經教行法 透過教理阿 你一定要通達教相 教相通達的人阿 一定要有教理的印證 這兩方面你一定要有 這樣身與異夜三夜完成 才能夠阿 合一成為一體性 你才能夠三夜清靜 這是經教行者阿 他第一個阿 要在意的地方 那麼經教 從經跟論來講阿 你是看不到阿 他的行為模式的 那麼行為模式要從哪裡來呢 那通常阿 我們叫做語錄 語錄 語錄從禅宗來講叫語錄阿 或者叫公案裡頭你可以看到一部分 它都是告訴我們 實修的方向跟實修的方法 它能不能構成一套系統阿 那我們不能期望古人 因為古人有古人的教學體系 我們有我們的教學體系 現在你在用古人那一套來啊 大概都叫狂慘狂諱 你不踏實 因為你沒有下手術 沒有一個下手術 那要那個下手術阿 我們就要從語錄當中 或者法本裡頭 因為你是經教行者阿 不偏語啊 禪或密 那法本也好 語錄也好 你要能夠看 看出來 你現在要怎麼做 怎麼做的問題 聽說華遠鏡在講 大家都知道 華遠鏡沒講打坐 對不對 要你參禪阿 喔 那個 那你參禪要怎麼參 這個下手術你沒有阿 那你只有從經典理論上來講阿 你絕對進不去 進不去 禪法的書聖跟密法的書聖阿 這個兩大系統阿 我們叫做兩大甘露門阿 就從這邊下手的 一個按照法本一步一步去觀想 一個呢 自信一處 不觀想 在不觀想中阿 你的生命關鍵自然會現前 這兩個指導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不管怎麼樣 要從語錄當中 來看到阿 我應該怎麼去做 你就去做就對了 所以那個怎麼去做 做到的才算 你做到哪裡到底對不對呢 那用教理來印 印證 來印證 關鍵就在這裡阿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語錄對我們經教行者來講 它非常重要 它的重點呢 我相信以後阿 兩百年到五百年以後的眾生 你會碰到 你不要一直瞪我 我也沒有講錯 兩百三百五百年 你一定會碰到 當然不是你這個色身碰到 你再來你一定會碰到 因為你已經聽我講了 生命中已經有這個基因了 你會碰到很完整的 那個教學體系 在這之前目前沒有 它重點在哪裡呢 透過語錄阿 是要讓我們去感受一個東西 感受經本上面所講的 法身的那個境界 語錄是在做這一個地方 因為經本本身講的只是那個 那個 就那個嘛 我講了很多那個 你也知道那個 那個是什麼 對那個啊 邪會邪啊 還是那個啊 但你對那個啊 一片茫然 語錄阿是 旁敲撤擊阿 讓你感受到那個的存在 確確實實存在 我們有很多同修有這種經驗 提供給各位參考 有人呢 本來都不信 後來啊 後來啊 因為開車啊 翻車啦 或者啊 走路跌倒啦 或者 踩到香蕉皮滑一跤啦 頭震動一下起來以後 他感受到有鬼的存在 他從此相信了 有輪迴有鬼神 這種感受 不算 不算 都不算 我們有很多人啊 常常會啊 做白日夢 他也會感受到另外一個世界 有很多人啊 心神不靈 坐在那個地方啊 白日夢 胡思亂想以後啊 他也好像啊 漫遊 周遊淚國 出去旅行的 像這種啊 我們統稱為啊 人鬼不分的現象 這種情況啊 不算感受 我們要培養你的感受啊 我現在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很具體很明顯的狀況 那你要慢慢的去分別 比如我們跟各位講說 極樂啊 不理沙婆 沙婆啊 不理極樂 這個 煩惱 極菩提 菩提 極煩惱 這到底在講什麼 那你有沒有感受到 這兩個是一體的 那麼兩個怎麼有可能是一體呢 你體會不到啊 體會不到不算啊 那感受就體會啊 我們再講一個 我常常講的 各位再去感受看看 說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 沒有永恆的 只有一個永恆 那個永恆的名字啊 叫做無常 那你知道那無常是什麼嗎 無常是不是永恆的 這一句話 無常是不是永恆的 你能不能做到 無常就無常 但無常確實是永恆的 你能不能感受這個 你從這個慢慢去挑 了解一下 那我們告訴你說 這世間你一切有違法 是生生妹妹 對不對 生生妹妹喔 那麼 什麼是不生不滅 下一句你怎麼答 不生不滅的東西啊 其實就是生生妹妹 因為一切有違法 都是生生妹妹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不生不滅的東西 那就是生生妹妹啊 你轉得過來嗎 你轉得過來嗎 感受得到嗎 這已經很明白了 很具體了 聽這種聲音就知道了 感受不到啦 你 語錄啊 大概都在講這種東西啊 公案啊都在講這個 這一切都是生生妹妹啊 一切都是生生妹妹 自古以來十方三四都是生生妹妹 那不生不滅是什麼 那就是那個生生妹妹嘛 對不對 一切都是無常 那永恆 那永恆是什麼 永恆就是無常啊 體會得到嗎 知道沒有算啦 我講的你對起來喔 沒有用啊 我講出來你感受到的那個才是實相 你知道的那個是如夢幻泡影 你慢慢光體會這兩句就好了 語錄中所談的 就是透過這種表達法 讓你去感受到那一個的存在 那你進得去嗎 這真的就在這裡啊 我想這種公案啊 這種語錄啊 大家都看很多 但是你到最後只有一個 question mark 一個問號 那個場景好像很美 那為什麼這樣 不要問 不要問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個公案的記載你呢 看很美 你好像在鏡中 你在鏡中啊 不是被打的那兩個人 你是在旁邊 看熱鬧的那一個 一直到現在 你還在看熱鬧 我這講的你懂嗎 好像懂啊 因為講得很好啊 他在講什麼 所以在內心是空的 空的 這個就是你 你的體會 你的感受力還不夠 語錄啊 就是在幫助我們 敲醒我們 或者靈了一腳 把我們推進經典 所指的那個境界裡面 因此 經教行者在這邊啊 就很重要 他透過這個方法 使你直接去感受 那你不一定要 透過那種修行 但是你要知道 聽人家這麼一講你就進去了 你前面一定有 很長的基礎打在那邊 前面都沒有基礎啊 你這邊 絕對進不去 所以每一次 來天津的同修 都有那種感覺 啊 就要開悟了 這樣講我就開悟了 回去也會講給人家聽 就是沒有開悟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插那個 智良道 常常這麼說 師父啊 每次聽你講 一天都快要開悟了 插一寸 我再拿一寸來墊 還是插一寸 我告訴你 拿一尺來墊你也插一寸 你爬到樓上去 你還是插一寸 因為你永遠插那個智良道 所以前面講的 宋經 拜佛 一定要 要 從事經教 信念的人啊 基本上先發願 十萬劍經文 一定送 你自己 考驗你自己嘛 那十萬劍 驚就不要來啊 要來就要不怕死啊 那拜佛啊 是以十萬拜為單位 殺下去 你算算看啊 拜佛其實喔 像我當初 人 剛學佛的時候 一位老居士啊 送我釋迦牟尼佛的設立子 我 我那時候笨笨的 就熟生氣 就要跟他要了 不行 要拿個設立塔 我不會打碎 你說你是沒有學過了 我說沒有啊 現在才要學而已 好了 就跑出去啊 菜市場去找啊 我不知道設立塔哪裡買啊 就到菜市場去 去找啊 找了半天啊 人家說在哪裡哪裡可以買啊 就去買了一個設立塔 請了一個設立子 他說要拜佛喔 我愣了一下 為什麼要拜佛 學佛就要拜佛啊 你是設立子 請我一下不拜 他土地公會收回去喔 我說 喔 你到底會不會拜 我說會啊 一天拜幾拜 我說拜三拜 他說 他拿回去 設立子要拿回來 我說那 那不然要拜多少 他說最少要拜一百零八拜 我 對口我就答案他說 哪有那種美國時間 一百零八拜 我相信各位有這種感覺 一百零八拜 我們當初規定說 弄錯了 跟人家有衝突 或者人家有抱怨 那你就去拜一百零八拜 我們在身中 我們在身中還說 嗯 一百零八拜十分鐘 哪有那麼快 你拜拜看 七分鐘就給他看起來了 你會覺得很快 你想想看 一百拜啊 十分鐘 半個鐘頭就有三百拜 一個鐘頭就有六百拜 對不對 一個鐘頭六百拜啊 你假如啊 假如你要這樣子 一天 拜 三個鐘頭 你就一千八百拜 你想想看 一個月拜多少 一年你就拜多少 所以十萬拜 不是大數字 從修行每天例行的工作來講啊 每天例行性的工作來講 十萬拜是很快的 很快你就會通過了 不用怕 根本不用怕 你想想看 一天一千拜 十天一萬拜 一百天就十萬拜 對不對 也不過三個多月啊 三個月而已啊 你想想看是不是這樣 那你要是覺得 現在說十萬拜那麼大 那你就要知道 拜完十萬拜功德有多大 那三個月就賺到了 對不對 那你看要不要載你啊 那一天拜一千八百拜 兩個月足足有餘啊 足足有餘啊 兩個月就賺十萬拜的大功德 我告訴各位啊 一天回來就開始拚 兩個鐘頭喔 你打一通電話聊天都不只啊 兩個鐘頭啊 尤其談到股票上上下跌的時候 說到你的資訊來源跟他資訊來源之所以不同 那種造成那種 那種損失的時候 我看不只兩個鐘頭 坐在電視機面前 看到股票起起落落 心裡蹦蹦跳跳 一看就两三个钟头了 拿那个来拜佛 你都不要看股票 你自己就会赚钱了 知道吗 所以你拜佛的时候就跟菩萨讲 现在这股票市场那些就看你了 我就负责拜佛 不要两个月 我一个月拜十万拜 你看看 下个月你的股票就翻身了 你讲到修行你都会觉得时间不够 要花费好多时间 你想想看你把时间花费在那个地方 花费了多少 真的把它移过来 把它移过来做功课 你绝对执回票价 绝对执回票价 这个基础功夫一定要做 做了以后 你透过这个语录 来推动经论的那一种感受力的时候 很快你就会进去 这个叫做感受力的培养 你要去培养这个部分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这个部分 算是很粗躁的感受力培养 你要去培养的 真正的是法身的存在的那种感受 这个是经教行法直接切入的 你其他的行法 他的本身 他的本质来讲 他都要绕一圈 要绕一圈 因为经教行法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为什么会有这个经教行法 我们第一天就跟各位讲 经教行法 他是本然存在的必然性 在佛陀之前 他自己摸索 怎么出三界没人知道 所以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前六年跟外道修 后六年自己来 结果修到分岛了 我想他那个分岛应该是未出血 大量出血所以分岛 因为他每天只吃一粒麻 一麻一麦 那胃空空的 修行人也不是说胃就不动了 那六年 分岛以后怎么办呢 当然他刚好有牧羊女 你现在就不能分岛了 现在没有牧羊女 对不对 你分岛没人救你 把灌了羊奶以后 他火过来了 这也是公案 讲得很清楚 也很简单 他醒过来以后 就到你一年和洗澡起来 然后坐到菩提室下 然后呢 有没有分岛我就不知道 过了七天七夜 他就开悟了 你最好不要去试这个 因为你前面没有直量到 他是经历了十二年的摸索 他确定了这个方法对 你那一盒洗澡的意思是 他发觉前面的修行都不对 所以他改头换面 此类才到菩提树下坐 其实那棵树不叫菩提树 因为他坐在那里觉悟了 所以那棵树就很光荣 所以从此改名换性 叫做菩提树 对不对 原来他不叫菩提树 但是这个时候 他开悟以后 他把他的方法来教大家 以后他的地址 要开悟就很快了 因为他的地址为什么开悟很快 因为他的质量到都够了 像瑟利佛 穆建年这些人 那禅定功夫都不输给释迦牟尼佛 蒙佛家设更厉害 但因为他有这些定力的培养在前面 现在来呢 他一讲他就误了 这个定力的判断错 你有雄厚的定力基础以后 那你来听一节课 就已经开悟好几遍了 知道吗 但是你没有定的基础 我再怎么讲 你老是插一寸 再多讲一点 我就插那一点点 我再怎么多讲一点点 你永远插那么一点点 因为那一点点就是定力 因为你始终觉得差那么一点点 因此你对这个定的培养你就不够 此功夫不足没有用 此功夫一定要做好 你会觉得他根本看不到嘛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买个房子的时候去看样品屋 样品屋已经很漂亮了 你买吗 样品屋不能住啊 样品屋跟我们实际的房子 只差北没什么 只差一个地方 地基 样品屋不会跟你打地基的 所以你想说 经教 从经典就会开悟啊 你就是忽略了地基 所以告诉各位 诵经培养定力 拜佛 消除你的业障 培养定力 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有了以后 那么 佛陀的教法 一旦 你就开悟啊 佛陀教法里啊 他直接要讲的就是法身的存在这个东西 这所谓的外道 也就是普通门教他们所讲的 他是有一个创造者 佛教呢 是个无神论者 所以他不承认有创造者 因为他不承认有创造者 可是那个东西存在着 那个是什么 佛陀就直接带你进到那个境界里 所以那一个法身的境界啊 你要直接 透过佛陀的教导 透过你的定力修行啊 你直接就可以进去 所以你发现啊 这些 透过经教而开悟的人 他都会告诉你 极乐不离沙坡 极乐就在沙坡里 那你在沙坡里就找不到极乐啊 你就找不到啊 那你假如是个经教行者啊 你直接可以从这个地方入 但是你不是经教行者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番 叫做摸索阶段 叫做摸索阶段 一定要好好地去经历 自心一处 生命的关键才能现前 那我们现在告诉你了 我举个例子啊 那你自己试着 大概你也会差一点点啊 那个法身是存在的 那个一真法界 也是存在的 法身我们叫第二生命 这个摄身呢 那叫第一生命 那一真法界呢 我们叫第二世界 或者你把它叫做极乐世界 都不要紧 那其实进入极乐世界以后 还很长的一条路 要一再地超越 从第二第三第四 一直到N加一个世界 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第二生命到第三生命 第四生命一直到N加一个生命 那你要一再地超越 这叫无尽的超越 所以我们讲 无尽的超越 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讲你的正报 跟你的世界 同时在做无尽超越的 那你第二个世界都进不去 你还讲后面干嘛 所以呢 我们叫做全教 全教啊 就不讲第三个世界以后的事啊 全教的方便 就要设一个化成出来 法华经上面不是讲化成吗 先把你带到第二世界啊 让你能够进入第二世界以后 第三世界你就会去啊 关键是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啊 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我们这个世界 那你要怎么去体会啊 怎么去感受啊 这个就是经教行则 最直接的行法 那你假如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啊 你根本体会不到 你以为极乐世界是什么 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的极乐世界 那有人画一个极乐世界图 那你看了那极乐世界图啊 那你七宠楼阁 七宠难存 七宝池 八宫得水 你看人家画你都影子就印上去啊 那你就不会去想到真实的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子 你体会不到 那我们举个例子 让你慢慢的尝试去体会看看 假如体会不到啊 那我希望你也不要造口业 那体会得到啊 你要从那条路慢慢去信念自己 体会不到的话 你不要讲说 哦 他讲的这个哪算极乐世界 那因为你用意识形态 你根本感受不到 他不是意识形态 他是在你生活中 你自己可以慢慢去检验 去检验 我讲的是经教行则 不是我们修舍谋他法 入禅定所入的那种状况 那个所入的状况 回过头来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你现在你从经教来看 比如我们跟各位讲 这句话也常讲 人啊 什么都不能 唯一能的 就是修行 你不要以为 你很能赚钱 你是你前辈子 所修来的福报 因为你有福报 所以你以为你能 你知道吗 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能 你一样的IQ 一样的聪明 一样的努力 那为什么你成功 他不成功 所以你以你的成功 来说他的奋斗是不对的 这种立场根本就错误 你的成功 是你的IQ 加你的努力 很重要的 世间人叫做方法 我告诉你不是方法 你用的方法 跟他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有违法 如梦幻泡云 你知道吗 那么他为什么会 失败 你会成功呢 是因为你有福报 他没有福报 然后我们还要再告诉各位一个问题 假如这个没有福报的人 他拿别的东西来投资 他也可能会成功 譬如拿他的健康来投资 事业成功了 然后病死了 有用吗 有的人成功了 家庭破碎了 有的人成功了 子女呢 完蛋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拿他的家庭 拿他的健康 拿他的子女 来当成本投资 今天台湾最伟大了不起的 就是人性被糟蹋了 被这些政客拿来投资下去 创造他们的事业成功 这个是无量无边的阿比地域夜报 因为他破坏了人性 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如果要留意到这一点 不能拿人性 做成本去堵住 今天台湾社会会那么乱 就是人性 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人性 被撕毁了 被撕毁 被糟蹋了 所以人性消失了 要死的人谁死可以死 他不会尊重自己的生命 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我们人也是一样 当你的福报不足的时候 你最有可能的 福报是你生命中的一种现象 你为了达到你事业的成功 那你就可能拿人性 拿你的生命 拿子女的幸福 她的人性 来投资 怎么样 自己不顾死活的工作 鸡饶成几 所以暴毙很多 有没有 就拿她的健康来赌注 要不然就是 没时间教养子女 子女报销了 你不是拿子女来投资吗 或者家里不顾 牺牲的家庭 早上我们八观再介 跟同学们讲 你把事业舞台 为了让事业成功 把你的人生舞台给牺牲了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样的话 你即使成功 其实是彻底的失败 这叫福报不足 所以能成功 成功的人 应该要感到庆幸 因为前辈子 需要有这个福报 所以这辈子才容易成功 那你就珍惜 这是福报 不是你能 那失败的人是 他福报不够 因此他 他用大脑去进行的 这种推理人生 虚幻的人生 是因为福报 而感到幸福快乐 所以他是 泛化无常 失败的人呢 他感到痛苦 痛苦也是无常 你知道吗 痛到哪里就不苦啊 痛到死了就不苦啊 但是人心扭曲啊 生生世世都痛苦 这就是一个关键处啊 那么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你要真的肯定 你万万不行 行的就是修行 好 那你就好好修行 修行现在发生一个问题 你在生活中 常常会遇到状况 那遇到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用大脑 用大脑 大脑要做什么 要去推理啊 你要去找寻新知识 找寻新技术 来解决你的问题 这就是大脑的解决方法 去扩大你的知识 跟能力 来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方法 是有违法 我先 简单的这样跟你区分啊 那你 现在是个修行人 那不用大脑去解决 不要用大脑 你要是有福报的话 有福报的话 你就告诉佛 跟佛菩萨讲 我现在 要修行 那个东西 要解决 我呢 到这里 没办法 剩下的 那你帮我解决 这里面啊 有一个问题啊 在你能力所及的 你尽量去做 你能力以外的 你就不要做了 你记得这个原则 能力所及的范围 你一定要尽责任 能力所及的范围 以外的 那很简单讲啊 你叫不负责任 你不必负责任 交给荣天护法 你跟佛菩萨讲 你不一定跟 护法讲啊 护法不用你讲 因为你在修法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看 你要不要他帮忙啊 你跟佛菩萨讲 佛菩萨就会给他圣子 他圣子是他们两个的事 你不要管 那你人事中 你能做的 你尽力去做 做到那极限就到这里 其他你就交给荣天护法 那这样子 天龙八部啊 他就不会失业 你假如不修法 一直用大脑去作业啊 那我告诉你 天龙八部啊 就会打哈欠 因为啊 他被你fire掉了 因为你不修行嘛 你不修行 他就没办法复华 你修行 你这里就有法 你有法 他一定复华 所以呢 只要你修行 这周遭有任何的困难啊 他会帮你处理 你要留意啊 我现在要你 去感受这个东西 现在我跟你讲啊 你就去好好修行 遇到有什么困难呢 你就跟佛菩萨讲 不是说我现在讲说 我现在没饭吃耶 你帮我煮饭 等一下就跑来 一碗牛肉面给你吃 没有那种事啊 你现在没饭吃啊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有饭吃啊 我不知道啊 你去弄吧 我就一直办 这样就好了 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不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人间事你还是要做啊 你尽你的能力 最低限度 尽你的权力 去把它做好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你只要修法 其他你不要担心 会有一些事件 一些事件 让你去感受到 哎 这真不可思议 不可能的事情 竟然这样出现了 那么一次两次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只要走在修行的路上 坚守正法的立场 走在修行的路上 生活中的事啊 一切会逢凶化即 自然会转过 那你去要去感受那个东西 然后你自己就会很有信心的 你就会安住在那里 一直啊 随着这个方向走 你就会走入第二世界里 你就会活在第二生命里 而不是在第一生命中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法神是什么 你就看到极略世界是什么 知道吗 我们大家在这里啊 你还不知道这个奇迹啊 这栋大楼啊 我们是第一家搬进来的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 这里还没有水电 没有水电 他拿我们的定金啊 去装水电 然后呢 使用执照不能下来 我们去办贷款 让他把这个水电啊 跟那个 那个是叫什么 门牌号啊 给弄下来 那时候啊 跟佛菩萨讲说 这个三百万的定金啊 一百五十万啊 是台中的同修付持的 一百五十万是高雄的同修付持的 我们在座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付持我不知道 我不是跟你要钱 不过我是跟你讲没钱就对啦 那时候啊 他们筹了三百万付了定金啊 我就跟菩萨讲啊 这个贷款出来啊 这个月办下个月就出来 就要开始还钱 利息很多 因为要贷款六千万 那你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自己看着办 六千五百万 这个面积里面所看的 是六千八百万 我们以前呢 我只能这样做啦 台北洪华十年 大家说要找一个地方 我们找不到好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那你自己又看着办 那时候啊 这个门都没啊 真的门都没啊 我们几个同修来啊 怕小偷进来啊 怕人被绑票啊 就把门堵着 结果睡到早上啊 那门怎么开了 我们这堵着 是认为人家这样推不进来 在门口 你们进来的那门口 那你睡觉 那早上一起来 早上是 有同修来 从外面门向外一搭 堵在这里 根本就没用 这不要让他进来 结果门一搭啊 就开了怎么办 那时候是紧张的要死 然后不管他啦 没钱就这样嘛 大家忍耐一下 结果呢 就给男众睡大门口 女众睡后门口嘛 就这样子啊 没钱啊 一个月啊 马上就下来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我就跟 卖房子的讲 能不能前三个月的利息你缴 不不下个月来 我哪有钱给你啊 他不行 只能缴一个月 讲到到最后是 他负责一个月的利息 我们想要那也好嘛 我总可以产一个月嘛 对不对 我说三个月我们都很累了 要他缴一个月 怎么办呢 你只好硬着头皮 跟佛祖说 说佛祖 你要到三天 那不然每个月逼你时 我厄账就好了 不用方法 那我们一顶人就不用休息了 好就开始办了 我们也开始想办法 各种活动开始展开了 这个也很不幸 也因为每次来都一直要钱钱钱 没办法 人家每个月要 我们很高兴的 佛菩萨怎么帮你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贷款搞了半年 还贷不下来 叫他 吃三个月的利息 他不要 我跟菩萨讲 他不要让我们来 那你要想办法 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办法 反正带了半年以后才下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惨了一口很大的气 对不对 那就过了 还好的就是 六千五百万贷不下来 只能贷四千万 好 那剩下两千五百万 怎么办呢 没钱没钱你去贷啊 反正你要贷嘛 贷出来就给你嘛 那他就贷不下来 贷不下来到第七个月 他就要求说 那不然你要分起付款 一个月付一千万 我说你去跳楼 我哪有一千万 两千五百万分 二十五个月 每个月给一千万 好在我们这些 大大小小的菩萨 都很不辞 把这样的难关给度过了 你说你要怎么办 赚钱你没本事吧 对不对 那就请佛菩萨处理啊 请佛菩萨处理啊 就这么处理啊 就这么样过关啊 你能吗 我们想象不到 你能够跟银行说 我贷款啊 你给我偷半脸下来 好不好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那怎么会这样啊 你天晓得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是万万不能 你要真能 你就好好修行 这样子而已 你真的好好修行啊 这些问题啊 互乏会帮你处理 佛菩萨反正是 不增不减嘛 对不对 不够不净 不生不昧嘛 你跟他讲 反正他永远微笑 到现在他还在笑啊 对不对 你跟他讲 他就在那边笑啊 那所以你有时候 也会很气 到底是准不准嘛 每次讲完 我们说可许以哲许啊 因为我们不敢 运根 跟佛菩萨算你 一定要怎么样 讲完我们就 可许以哲许 他总是笑笑的 后来我们就发现 当我们在 跟佛菩萨讲的时候 后面的天龙护法就说 快快快快 大事来啊 要今晚上班啊 那就是因为你有法 他们才不会失业 你要没有法 因为这个地方 反正没工作做嘛 他是 护持正法 你只要手持正法 手持正法的立场站稳 走在修行的路上 坚持菩提道 坚持菩萨道 这样做下去啊 就对 我想啊 饿不死啊 当然也撑不饱啊 所以永远这么瘦啊 你看我就知道 那要永远那么操劳 因为啊 你在修行 当你福报到的时候啊 农天护法哪天想到 对要给他们精进 不要给他们忙 那就有大副法来帮我们把债务清了 当然还没有的时候啊 我们就继续劳碌嘛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一个行者啊 他要去感受到 那个法身的存在 跟那个法界的存在 第二世界的存在 那你要怎么样去感受 从你坚持正法 持见正法的 这一个关键点上 你慢慢的就会去看到 那两者的差别 为什么 他们会活在这种水深痛苦的 对立世界中 这个叫撒陀嘛 那修行人呢 同样也在这个地方 同一个时空象限里 可是呢 他却活在啊 法身的世界里 他是圆融的 他是不对立的 有没有 同样在这个地方 同一个事件 同一件事情 两边你能不能看得到 这两个世界 有没有 这就关键处 所以培养这种感受的能力啊 就是行者啊 经教行者啊 他最直接切入的地方 这个法门呢 是因为有 佛陀这样的圣者啊 走在前面 透过经教啊 把这些状况啊 演绎出来 那你就要有这一种 对于法身 对于法界的 觉受的能力 假如你不能培养 这个觉受的能力 那你从这边下手 是抓不到的 对不起 但是你要是能够 抓住到这一点的话 那从这里下手 那又是很快了 又很快了 这个法门啊 有其殊胜处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啊 你能够 既然来了 那就能够抓到这个要力 怎么样子啊 是学以致用啊 那就看各位啊 我的责任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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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